善气好治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魏光斌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善的话分有许多种类 它包括比如说腹钩膳 以及齐善、腐臂善等其他种类的善 大部分说来善都相对比较简单 手术难度不大 通过手术都能获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腐臂善 因为腐臂缺损较大 或者是善的位置等因素 所以手术难度比较大 需要较强的手术技术要求 善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修补 除了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儿的善 可以暂时不进行手术之外 其他患者的善 只要患者身体情况允许 耐受手术都需要进行手术修补治疗 我们说的微创手术 其实指的就是腐强镜手术 因为腐强镜这个微创手术 它除了具有开放手术相同的手术效果之外 并发症并没有区别 同时它具有恢复脚快 疏后慢性疼痛 发生的几率更低的优点 所以非常受患者的欢迎 在2018年的国际腹钩指南中 对于国际腹钩指南中建议 如果手术医生的能力达到要求 患者的经济条件许可 对于男性单车的膳 建议腐强镜手术治疗 对于双车的膳 推荐腺镜手术治疗 并且都获得比较好的手术效果 患者非常满意